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的话题 就是因为我在网络上 随便一点就会发现到 有一个马保国这个事情 马保国的什么魂元行义太极这个门 他自称是掌门人 那因为这个 他跟人家比赛的时候 被人家 一分钟之内 被人家击倒了三次 最后直接躺地挺私 然后大家消遣他 结果他变成一个负面的网红 到处人都在消遣他 拿他开算 我是觉得说 这个马保国 仿佛是一个丑角士 他不觉得他这个很好 而且很有意思就是 他在负面成长 很多网友支援他支持他 然后投靠他 为什么 其实这是趁热度而已 他并不了解说 这门武术到底行不行 我曾经在武术打假 这个自我剑里面有讲过 所谓武术打假不是两个门派互相打 而是说 而是说你所有的武术都有个理论 你的动作来了我怎么样子 那就是马保国讲的接话发 接话发这三个字 没有语病 所有的武术都是这样子 你攻击过来 那我来接 然后再来什么化解 然后最后我再来反攻击你 擒拿不是就有擒拿解脱 然后反擒拿 这就是接化发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同样的 如果说你们对打的时候 人家拳头打过来 你可能接是怎么接法 你可能闪躲 闪躲也是一种接啊 你没有直接去跟他接触 但是呢你闪躲啊 你躲开之后就是化解了 接嘛 如果你没有移动的话 你就打到了嘛 那你现在有移动了 也就是你跟他有相对运动了嘛 你移开了 那就是他来你就接招了嘛 你如果说你他来的时候 你不避碰就打到了嘛 那现在他来了之后 你开始接招之后你就化嘛 化解你闪避也是化嘛 然后发你在反击嘛 那接化发 没有语病 所有的武术都是接化发 只是说他的接化发 是用他的一个 用一只手在那边唱独角戏 所以大家很多人在批评他 都是一些嘴上无毛的人在批评啊 那我是1955年生 今天65岁老头 那以我来讲 从我的角度来看马保国这件事情 我叫马保国现象 实际上这个现象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行销学跟广告学的一个现象 还有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现象 也是一个网路 网路传播的一个现象 他是综合了很多种现象 马保国现在的那个点阅率 比把他KO的人 还要高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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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连全中国都有男的女的都在里面学他那个 像巅峰似的那个什么 所谓的什么五连鞭嘛 他说五个鞭法 然后怎么怎么样 像那个疯癫似的 像跳霹雳舞似的 那还有连俄罗斯都有个女的也学他 说他是他的那个俄罗斯的分舵主啊 舵主啊 他已经变成帮派了 佛教才有什么舵主啊 这是武侠小说里面的那些名词啊 那因此啊 因为这个网路上太红了 比如说 比如说以前那个最早的格斗狂人 徐晓东啊 因为他打假 造成了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武林里面的一个很大的骚动 因此这个中国大陆的 广电总局这一类的单位啊 全数封杀他 不管是他的那个优酷 还是什么玩意儿啊 什么西瓜 什么所有视频全部把它封杀了 也就是在大陆看不到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徐晓东的这个影片 而我们在台湾 因为是YouTube YouTube在大陆是禁止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徐晓东的影片 那大陆人要看 要看徐晓东的影片 要经过翻墙 翻到那个internet里面 才能从外面再看到YouTube 才能看到徐晓东的影片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大陆人 他的粉丝还是很多 那等于是地下工作 简单讲 这网络是拦不住的 拦不住 田幕拦不住人家的自由 自由向往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 这样子的网军这么的严密 还是拦不住 他的网民还是很多 实际上徐晓东这个行动 现在被层层封杀 只是还没有限制他本人的行动 因为他没有犯什么法 他所有的那些挑战 都是双方同意签约之后才进行的 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一个是被迫的 那因此啊 因为那个马保国他太红了 所以中共的什么武术的什么团体 那些那个主管机关吧 居然下达了一个命令 有人叫做这个叫马保国条款 特别下达一个命令说 所有习武的人不得 不得以大师之称 大师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其实是人家给他的尊称 没有哪一个武术 武术家会自称自己是大师的 自己是 大师的英文叫做master 主人的意思啊 master就是大师 那你说你是钢琴大师啊 你是小提琴大师啊 你是雕刻大师 你是戏剧大师 都是叫大师 那为什么武术就不能叫大师呢 其实这个这个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啊 但是问题是大师都不是自称的 都是人家的尊称 那中国向来都是这样 喜欢惨媚嘛 喜欢说好听话嘛 比如说你可以叫我大师啊 你说叫我大师 我都愧不敢当 就这样 那那那应该是这样回答 所以没有人自称自己是大师 或者是宗师 那另外第二个是什么 是现在现在是禁止用什么 用那个门派 自称什么门派 我是少林 少林批挂 我是什么什么的 其实这个传统武术最讲究门派啊 我我记得前一阵子啊 我在那个网络上看到 有一个以前有一个武打 武打明星啊 叫做陈光泰啊 他被那个大圣批挂门的 他的师门啊 逐出师门 也就是说你虽然是我徒弟 可是你现在的行为啊 有有违反到那个师门的规矩 所以我们公开的说 你不是我们这个门的 其实人家 你第一个 你是不是你这个门是跟经济利益有关系 跟经济利益没有关系 他的功夫已经学在他身上了 他就算欺世灭主你又怎么样呢 他也没对你人生造成危害 了不起他就是利用你的名声嘛 利用你大圣批挂嘛 大圣批挂就是侯权啊 大圣 齐天大圣嘛 批挂 批挂门的那个大圣 大圣门的批挂权嘛 就是这样叫大圣批挂 那因为什么呢 因为陈光泰帮一个一个一个武馆的人啊 一个新成立的武馆的人去站台 因为陈光泰是一个以前是个影星 一个武打演员 所以他去帮人家站台的时候 不是这个大圣批挂门的 简单讲就是你帮别人 帮其他的这个同业去站台 你就违反斯门的利益 所以他要把他驱逐斯门 这个驱逐斯门你的功夫还在嘛 你随手一下还是大圣批挂嘛 那你可以另起炉灶 另立门户啊 这个实际上这个也是一个好笑的地方哈 那刚好是中国大陆那个武术的主管部门说 现在不准有门派 自称是什么什么门派 第一个不准自称什么什么门派的掌门人 马保国就自称自己是那个魂元形役太极的那个掌门人 那这个掌门人哈 还有第二个还是 接着就是连敌传弟子都不能讲 我不是第几代的敌传弟子 这也不能讲 那太极不就这样子吗 杨思太极什么 从那个杨戊禅然后到什么杨城府 这不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吗 不都这样子吗 以前延芳也是某某人的第几代掌门人吗 敌传弟子吗 不都这样吗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啊 可能一般人不太了解啊 掌门人这个字 就触犯到一个共产党的忌讳啊 在1949年共产党建政之后 他第一个做的做的民间的这个这个改革活动就是什么 打击会道门 很多人不了解什么叫会道门啊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所谓的地下组织或者帮派组织 会什么 比如说三合会啊 那个红花会 这些都是 大家都知道 这是江湖里面的一些黑道组织嘛 这就是会 那些道是什么呢 比如说有一贯道 台湾还有什么什么道 那些道 就是所谓的会道门的道 那当然以前 空手道、跆拳道 以前这个警总也在密切监视 他们是不是会道门的之一啊 那什么茶道、花道、书道 可能都是会道门 因为犯道主义者嘛 会道门 门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是八卦门的 什么螳螂门的 什么什么门的 那台湾不是还有一个太极门吗 实际上他们叫什么什么门派的 比如说 煤门一气运行 叫煤门 那这个门就是 会道门这三个 就是以前中国 中国大陆建政的时候 开始打压了 所以一贯道在大陆 就被打压死了 所有宗教通通通被打压 那简直就像以前的 那个佛教的那个法难 三五一中的法难一样 出家人全部让他还俗 尼姑和尚全部还俗 道士全部下地 种地去 其他外国宗教 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徒全部给我还俗 该干什么干什么 如果是外国人 直接给你遣访到国外去 不要在中国传教 以前中国大陆共产党是这样子搞的 然后把教堂砸毁 不是在文革才砸 在文革以前就开始 就这样粗暴动作 文革之间做的更彻底 严格完全摧毁文化 那就是会道门的现象 那我个人认为说 马保国是一个什么样子 马保国年龄比我还大 我今年65岁 马保国好像年龄比我还大 以这样子的年龄的人 他不会用电脑 也不会用手机 也不会上网 他都不会 简单讲说 他离现代网络的文化是非常远 他算是一个怎么讲 一个无辜者 算是无辜者 他只能被摆弄 他不能自己出来主演一出什么东西 所以说 我觉得他是一个 算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 这样讲 虽然很多人是在背后讲说 他那套东西不能用啊 什么什么东西 我曾经讲过 武术跟宗教神似的地方就在这里 只有信与不信 没有正性或迷信的知别 就说你 像马保国到现在 仍然相信他的魂元太极 是天下无敌的 那个雷雷以前 原来深信不疑的 后来几次被人KO之后 他说太极只能当运动 不能当武术 他也这样承认 所以他现在开始勤练这个格斗 诸如此类的 像这样他算是凡人醒悟 所以雷雷的那个网络上的 支持他的人也很多 并不是说不以成败论英雄 就是失败的人反而会同情 悲剧英雄嘛 悲剧才能塑造出英雄来 所以我觉得马保国 如果他自己懂得 现代的什么广告学 或者行销学的话 他的那个点阅率这么高 他自己也可以这样子 甚至于其他的那个 各种行业的人 广告人 你要卖个饮料 或你要卖个汽车什么 你也可以找他 因为他正在风头上面嘛 你找他出现的话 就喜感十足 所以他实际上 这个时候他应该是 名利双收的时代 可惜 似乎他只有被人消费 没有被人 他自己没有好好利用到这一点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马保国现象 迟早会退烧 会归于无形 不要说他了 连那个 连那个徐晓东 也会 也会逐渐退烧 归于无形 那至于说江山带有财人出 下面一波会出现什么样人物 什么样事情 大家拭目以待 只能等待 不可能 凭空出现 那我刚刚讲说 他的所谓的接话发这些东西 是没有语病的 实际上就是什么 武术就是这样的东西 只是说 刚刚讲的说 什么大师 什么宗派 什么敌传弟子 什么 那是因为神话 那是因为神话 我个人认为 中国大陆武术主管单位 应该要把什么 把哪些东西把它先封掉 第一个武林封那种比赛先封掉 那就是商业炒作 他根本没有资格 第二个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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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媒什么玩意 反正中国大陆那些电视台里面办的这些活动 通通封杀掉 那没有意义 因为主办单位已经说过说不能够让他们挂了什么 比如说他是台肩道空手道少林或者是武当或者是俄媒 或者是太极 用那种身份出去比赛 他只能用他个人的名义 比如说我是李小毛他是王大头 只能用这个名义 那再来就是 我刚讲那些炒作的那个 我最痛恨的 有好几集我讲过 我最痛恨就是 那个round one round two中间 每一个每一个回合 中间都要找那穿比基尼女郎取的牌子出现 那完全就是西洋的那个拳击比赛的翻版嘛 那个离中国古代的这个所谓的一让而生 那个退而引 完全这种其真也君子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那个已经离中国文化越来越远 再来就是 那个所有的人都要跟武侠片一样 都要像水浒传这些一样 也还给他一个混号 江湖混号 什么那个五彩狮子 王某某 什么那个 什么一匹狼 张某某什么的 都要搞一个江湖混号 没有必要 那个水浒传里面有一枝花 有什么拼命三郎 有什么这些玩意儿的 那这些东西都是小说里面的人物 那你拿到武术里面 那不是在研究武术者一种学术 是要研究自敌克敌自胜的方法 这是一种学术探讨研究 还有就是所谓的Lucky Lucky Chance 就是你打的时候可能 两个人势精力的 结果有一个空档 刚好人家 人家一下子就KO了 那谁都 两个人势精力的 谁都可以把对方KO 但是就是看有没有那个机 有没有那个机会 刚好有一个称戏 一击 就就赢了 那这些东西都是 就是让旁观者可以学习的 借尽的地方 那并不是说 要必须要神话 必须要怎么样 那些所谓大师 都是被人神话的结果 他本人没有人敢 自称自己是大师的 没有人讲说我是武大师 没有谁 没有人这样讲的 都是人家尊称他大师 尊称他宗师 那至于说掌门人 那个也可以是自己封的 那个什么什么掌门人 都可以自己封啊 OK 那我讲到这个时候 我就想到 因为刚刚讲说武术跟宗教神是 就是只有信与不信 但实际上你看 这篇有一本书 叫做葛藤吉 这个书是一个出家人 叫做荣喜法师 他是一个广东人 这位先生 他写的这本所谓葛藤吉 他就是讲说 他在研究佛教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研究佛教里面 出现很多问题 我想所有读过书的人 读佛经的时候 都会觉得佛经里面很多 神话跟夸大不识的地方 那虽然佛陀佛经里面再生 再生写说佛陀自称说 性此男性之法 因为他常常会讲一些 我的过去是怎么怎么样 你的过去是怎么怎么样 都是讲这些东西 好像都是一个套路 那个套路随便乱编都可以 所以道教也克隆了佛教的这些经典 但是很多东西你会发现到佛经 好像不用读那么多 读一两本就够了 所以古代的那个大禅师有说 佛法无多子就是这个意思 佛法无多子就是佛法谋虾密 很简单就是那几句记就够了 但是因为佛经有那么多 所以大家都要遵从五十三教等等 中间有一个 他这里面很多文章 那我就看到一个 因为佛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经典 叫做华颜经 那个华颜经 华颜经是一部大经 这部大经是非常庞大的巨著 那这个华颜经里面是谁 谁把这个华颜经拿出来的呢 是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现在的翻译都统一了 不是龙树菩萨 叫龙猛菩萨 因为他是在 龙华树下面悟道 所以叫龙树菩萨 那实际上他的名字是龙猛 龙猛 龙金虎猛的龙猛菩萨 因为那个龙树菩萨在出家以前 他是一个花花公子 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顽固子弟 是什么都想做的 此刻嫖土都想做的一个人 花结柳相什么 他干尽了这些事情 因为他很聪明 学什么就会什么 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我大唐西域集 或者是其他讲的这些相关的宗教里面 都会讲到这位龙树菩萨 大制度论就是他写的 他写的论可多了去了 那就不讲了 那常常会讲到说 这个这个 华元经是怎么来的呢 是在龙树菩萨在 在那个龙宫中间 开启了这个南天的那个 这个这个龙宫之间把它拿 拿下 拿得到的 OK 那人家就讲说南天 是南天门吗 不是我们讲天庭上不是有南天门 守南天门的是谁吗 委托还是谁 还是三眼二郎神 那因为讲南天 后来因为 因为总不可能这个高僧大德 跑到天上去去拿那部经典吗 天上是死了以后才能去 得到以后才能去的 那你活着的时候 你去拿 怎么会到天上去拿经典 那个经典放到哪个云层里面吗 那因此 这个南天 这两个字 后面的人 这些学佛的人 这些知识分子 就把它改成叫做 南天是南天族 少了一个字 天族的族 南印度 南印度 到这部经是在放在南印度 他到南印度 在某一个寺庙的铁塔里面 所谓铁塔就是像图书馆一样 寺庙 藏金阁 去那边请出来的这一部经 可是在佛经里面说这个 龙宿菩萨是在龙宫里面 龙宫是在海里面 东南西北海都有龙王 龙王的那个宫殿就叫龙宫 你看你要潜水下去到深海去 深海里面 然后你这个经典是藏在深海里面 那这个泡的水早就烂掉了 那这些人 你没有背的水废 你怎么可能跑到深海里面去呢 龙宫的龙王他不是人类啊 他是水族啊 水族他可以在水里面不呼吸啊 或者他用筛呼吸或怎么样 你是人类你怎么可能到那边去 所以他就在讲说 所谓到 所谓这个龙猛到龙宫去 就是佛陀当年把这个 这个经藏在龙宫 他这个 这位出家人他讲 这位大师他讲说 不要大师 因为这个大师就 这位出家人他的修行 他认为说 所谓的那个龙宫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他那些大弟子 得到的大弟子 因为他这个 华颜经是很深奥的经 不是一般人能听得懂的 所以呢 他在讲经的时候 只有少数人获益 那些上根立志者才能获益 那些人就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说 因为龙马 龙像 就是佛门龙像 那龙像并不是一只龙或者一只像 龙的意思是大的意思 那种像是很巨大的像 叫龙像 很高大的马叫龙马 龙马精神 龙马 那是指的这个 那说 所以说 常常有人说 某某人是佛门龙像 就是很巨大的大像 因为印度人 他们对像的力量很重视 而且像脸上面可以有 甚至可以驮一个小皇宫在上面 那皇帝 皇后什么 一大堆人坐在那个像背后 在像脸上面 游行 因为他很高 居高临下 巡视民间 出巡的时候 都是这样 那因此龙像在佛经里面常常出现 所以这个龙宫的意思是指的说 宫中的这些龙像 这些很聪明的这些出家人 把这个华言经放在他们的脑子里面 以后他们去传播 这位出家 这位法师 他是这样说的 结果被人骂 骂得臭头去 他就 他就 他反驳 他反驳的那个文字也是非常有意思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 一个知识分子 他这样 他这样讲说 他说这个 这个华言的十全门字 托士 贤里 申解门 名为托士 妄文可知 佛经预言 随处可见 这举个例子来讲 如来硬化世纪说里面 说释迦摩尼做太子的时候 有一天出城 有一个大象在挡路 太子手 用手抓住那个象的脚 直向高空 象有多重 几顿重 十几顿重的 你一个释迦摩尼 你就抓在象的脚 直接把他甩到高空去 这个几十顿的一只大象 你把你被你抓的脚 直接甩到高空去 那你这个 这个斯迦摩尼力量多大 然后呢 甩到高空去 经过三天之后 这个象才落地 你看甩到空中去 甩到多高 甩到月球去了吧 三天之后 这个象才摔到地下 结果这个象摔到地下之后 当然象摔死了 可是把地摔了一个大钩 一个深钩 这个深的这个钩叫做什么 叫做直向坑 在大唐西语记 弦状写的大唐西语记里面 有讲很多佛教的故事 都里面都很有趣 一下地裂开喷火 一下子把人吞死 等等等 很多很多这些 都接近神话的故事 其实那些神话的故事 都是印度人习惯于神话 因为在佛教没有发明之前 都是印度教 印度教是一个多神教 里面很多的神话 而宗教如果没有神话 它就不是宗教了 一定要有神话 因此受过教育的人 很难相信宗教 很容易无神论者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很多东西是 你不可能相信的 OK好 那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法师他说 这明明是表明佛力的预言 只是预言 不是真实的 意味世间最大的 最大力之物 莫如像 世间最力量最大的 不会超过像 大像 那这是人所共知的 但是佛力与之相比 可以把它抛到九霄云外 简单讲 就是说佛力不可思议的预言 它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那个那个 释迦摩尼的力量 真的可以把像丢 丢到那么远 而是说 释迦摩尼成佛了 佛的力量是 是无间不摧的 意思是这样 那真的可以把一个像丢到空中 三天才落在地下吗 那这个佛经里面 这一类的东西很多 如果你要直接 照字面上解释的话 是解释不通的 不可能有这样大力士 佛头从来没有显现出来 他肌肉有多大 它是用预言的方式 同样的 这里面还举了很多很多例子 毕竟这个出家人 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荣喜法师 这本书是天华出版社出的 葛藤奇 我觉得值得推荐 这个东西就是要告诉我们 武术这个东西 我说跟宗教神势之处就在哪里了 如果没有人在外面帮他吹捧 他实际上是一个朴实无华的东西 你一拳过来 我怎么样化解 我怎么样这样 那都是有他的物理原理 生理原理 运动力学原理 都是有原理可惧的 可是如果你一旦把他神化了 什么一下子鸟不飞 一下子鸡不生蛋 什么玩意都来了 又什么凌空静 什么的 没碰到人家就飞到九霄云外去 那就跟这个佛陀抓的象脚 把他甩到空中去 三天才落地一样 那都是神化 过于神化 那如果说是过于神化 你还要相信佛陀吗 你还要相信佛经吗 因为他都在吹牛嘛 都在胡说八道嘛 武术也是这样子 如果说你不经过这样子的神化的话 他是朴实无华 而且真的真实有效的 那其实马保国讲了一句话 讲的这句话 可能大家没去仔细听 他说他的魂元太极 是他的那个祖父那一代 他祖父是个武师 传给他爸爸 他爸爸是个解放军 他自己也是一个高中毕业以后 去当兵 当了五年的一个人 后来当完兵回来之后归建 然后后来文化大革命之后 可以考大学了 他也考了大学 他读了大学 读大学之后再学了行义 这些都他是一个上进的好青年 只是因为他那个时代 还有他那个经济的背景 大陆那个环境 使得他这个年龄的人 他没有跟这个时代完全接轨 也就是他不会上网 也不会什么 所以他常常讲的东西 都在局限于他自己的见识 他的视野还是不够宽 所以常常他是 他坚持他的祖传秘方 简单讲这样 但他讲了一句话 他讲说 他的魂元太极里面没有套路 只有闪手 没有套路 只有闪手 所谓 所谓闪手就是什么 就是一招 就是接话发 你怎么样来 我怎么样对付你 那所有的武术不就这样吗 现在中国大陆讲的 那个格斗叫闪打 闪打就是 就是用闪手这个名字来的 之前没有什么闪打 在那个古代的拳金里面 只有白打 十八般武艺的最后一个就是 白打 白打就是不用兵器 就叫白打 徒手 对打就叫 就叫白打 那这个白打中间 当然还有其他 还有摔角了 摔角 琴拿都在这里面嘛 那因此 其实 马宝国 我是觉得说 从很多很多人家 在揶揄他的影片中间 我对他其实是抱于一种同情 我同情的理由是 他是一个老人 确实是一个老人 他没有跟这个时代与时寄近 他不会用网络 他也不知道人家在揶揄他什么东西 他也不懂人家嘲笑他什么东西 他仍然还是我行我素 他认为说他自己的东西是正性的 不是迷信 他那套东西是有效的 行之有效的 等等等 这个东西不跟一个虔诚的宗教徒是一样的吗 所以有人说他是个武痴 我说 他未必武 但是他是痴 痴迷于他自己的那些东西 这个情形就像说 以前中国锁国 日本锁国 后来被 被美国的黑船事件 把日本打开了明治维新 中国被八国联军也打开了五口通商 等等等